嘉義火車站門口民眾進進出出 但這輛黑色轎車竟然直接開進去 從火車站出來的人趕快閃開 裡頭買票的人看起來也非常吃驚 以為這人是趕火車嗎 怎麼開車直接闖進火車站 真的誰看到誰傻眼 黑色轎車就停在火車站的售票大廳 原本買票的趕火車的人 統統嚇一跳 開車的男子原來不是趕火車 但情緒十分激動 不斷在大廳咆哮 警方抓住他 他的太太也到場 說丈夫精神狀況有問題 這兩天特別不穩定 經我們酒車 該員未有酒駕行為 因為他精神狀況不穩 我們依規定會從消防隊 還有設衛生局給強制送醫 事件發生在上午7點半左右 嘉義火車站當時正式通勤尖峰時段 幸好男子開車進車站時 沒有撞傷任何人 也立刻被警方強制送醫 記者 郭文贏 將報導